01 獨家長實安達神道手字盤而缺數條鋼筋地盤即時停工需加報告。 正在興建的安達神手字盤,有樓宇鋼筋出現問題,香港01,獲釋,其中一場樓宇缺少了至少四條鋼筋。 1 博乳處確認,曾收到市民舉報,並於9月底確認攝氏樓宇有六條橫樑的鋼筋配置與圖則不一致,無詳細說明錯處。 2 但強調整體建築物沒有明顯危險,以責成結構工程師及註冊成建商提加報告,要處方滿意有關報告後才可復工。 2 安達神手字盤發展場實無正面回應事件,成建商卓越天公的武公司興聯集團至今未有回復。 3 缺至少四條歪40鋼筋9月28日起停工,香港01,接獲消息,正在興建的觀塘安達神道港人手字盤,第三座缺少至少四條歪40鋼筋。 3 其中一床懷疑攝氏的樓宇範圍,只見兩名工人,人數明顯較其他正在施工的樓宇少。 3 被屋宇署拒絕續牌,工程於2023年11月起,由陳淑精進系的卓越天公接手工程。 4 攝氏的成建商卓越天公,現任董事維恩惠強,黃向文及陳達輝。 4 長實無正面回應事件,僅止有關流與支扎鐵及鋼筋工序尚在進行中,並未完成,駐地盤結構工程師亦未檢測。 4 記者曾向卓越天公的母公司輕聯集團查詢,至截稿前未收到回覆。 4 博語署,六條橫梁鋼筋配置與批准圖則不一致。 4 博語署指,8月下旬截獲市民舉報,指安達臣首置盤地盤的上蓋工程,有部分結構的鋼筋無依照,建築物條例,標準安裝。 4 處方於9月起先後4次派員到地盤視察,並於26日發現第3座29字樓正進行鋼筋屈紮工程。 其中有6條橫梁的鋼筋配置與批准圖則不一致,但整體建築物沒有明顯危險。 由於當日註冊結構工程師代表及註冊成建商代表軍未能提供合理解釋, 屋宇處於27日與項目註冊結構工程師開會,並要求其提交詳細調查及糾正工程報告,包括所需的額外抽氧測試,以判斷第三座其他樓層,以至其他座數是否存在類似情況。 其後,該註冊結構工程師表示,整個地盤已於28日停工,以便做屋宇處要求的調查。 屋宇處已要求有關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成建商,提交調查及糾正工程報告,加強地盤監督的建議。 並在處方滿意有關報告和建議後才可復工。 涉高強度鋼筋工程師,減承受力。 結構工程師危學人表示,壞40鋼筋是指高強度,直徑40毫米的鋼筋。 他稱若少了鋼筋,肯定是會有影響,最大影響就是減少承受力。 但因無涉事樓宇圖則,他無法知道缺少的鋼筋是否擔當重要的承托角色,也無法估計缺少4-6條鋼筋的實際影響。 他稱若樓宇屬標準化樓層,每層鋼筋的結構都會相近。 他認為其他樓層同樣缺少數條鋼筋的機會不大,因鋼筋等建築物料不值錢,偷工減料有因並不大。 他認為地盤的監管代表有一定責任,但涉事樓宇的結構是否危險,仍待屋宇處調查結果才可知道。 2023年10月,發展局宣布拒絕輕聯集團旗下精進工程的續牌申請,11月16日起將有關公司從一般成建商名策除名。 公司三名授權代表周繼邦、羅柱華及梁康傑同被釘牌。 原本由精進負責的屯門飛揚第一旗及第二旗,大角咀陽重街62號,東邊街1至9號,由唐親海第一旗及第二旗。 及官堂安達神道首治盤,於2023年11月起,全數交由卓越天公接手。 不過,卓越天公被發現與精進工程及其母公司輕聯集團有關聯,被釘牌的授權代表周繼邦曾任卓越天公董事。 卓越天公亦曾與精進三間公司使用相同註冊地址。 周繼邦於被釘牌當日辭任卓越天公董事,卓越天公亦於2023年10月底向公司註冊處更改地址。 卓越處當時回應指,卓越天公已更改註冊辦事處地址。 該公司董事局成員與精進三間公司成員並不相同,卓越天公的獲授權簽署人。 亦非精進建築工程被除名的獲授權簽署人。 多謝大家的觀看。 如果你喜歡這個視頻,請按讚、訂閱,並讓我們知道你的最愛和評論。 按道理鼓示範機 解釋 可以 Scale